大家好 今天来聊一下如何从掌门中看出 是生男孩还是女孩 当然这多数指的是第一胎了 或者说是 就是生了五六个的话呢 绝大多数的是男孩子女孩 达着这么一个意思 事与不识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自己还没有生的话呢 家人啊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看一下 这种很好验证的了 好事与不识看看就知道了 好来看一下 呃先看一下子女线吧 就是上面 手掌的侧面呢 这个横纹呢为 婚姻线 那么上面的这个 树纹呢就是子女线 这个我好像还可以啊就比较明显 反正就是这条了 不止一条可能有的是好几条的啊 各不各不一样的啊 如果说这个树纹呢是比较的深呢 宽阔呢 一眼看去就能够看出来的 那这种的话呢 多数未来生的就是 呃男孩居多 啊 呃 如果说这个线呢 看的就很不明显啊 比较浅 啊 而且呢是比较 看的 呃 呃不是很明显就和周围的线比的话 比较弱一点 比较 不太明显 那么多数 甚至是 女孩居多 啊 其实左右 手啊 都要参看 啊 都要参看 如果两只手啊 都是如此的话 那更加 能够确信是这么一种情况 啊 这个意思 呃 这个 哎呀 我的线不太明显了 那 这个好像看出来简单 那么 这种状况怎么样呢 那得看这个纹 这个纹路吧 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啊 如果说这个线上面顶部啊 也这个导纹一样的 圆圈嘛 看上去有圆圈一样的 那这种的话小孩啊 未来 这个可能身身体数字的差点 就生下来的 体质弱一点的 按古代来讲的话就比较难带了 现在的话也是 可能 经常的体落多病嘛 小时候 那上面是有这个导纹一样的 那么下面有的是底部啊 也这个导纹一样的 也一样的 也代表的是这个小孩比较 难以 比较难带吧 小孩 体落多病了 一次差不多 还有的呢是这个线呢是 没有导纹就没有圆圈什么样的 但是这个线呢 是这样弯弯曲曲的 很明显的有一段是弯曲的 或者说是扭来扭去的 不是素纹 不是明显的素纹 那这个也一样 身体方面可能也要差一点 还有一种呢是 假如这个比较特殊啊 如果说这个线呢 反正话笑了 姑且看车 如果说这个线呢 姿势是比较值得 而且呢 它有一个分叉 有个鸭字啊 歪形啊 有个歪字 有个歪形的 这样的啊 假如啊 就是这个上面的话 侧面这条树啊 有歪啊 或者说这个鸭字 这样的一种形态的话呢 未来可能会是这个双胞胎 双胞胎 至于 男孩女孩就刚才一样的 生前来论了 这是 中国是这么论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 印度的这个 这个的一个 他的书上也是也这么写的 古今中外好像 都差不多 子女线嘛 这属于啊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线 子女线也好 婚姻线也好啊 这个一看就是 西洋像法了啊 如果说是 中国的话就为天文 地文 龙文啊 这么来论 算了 这题外话 啊 这么一个 像啊 换个 从面相角来说的话 如果说是 眉毛是比较浓的 比较浓 看着就非常浓 一看就是多数是 男孩居多 比较淡的 女孩居多了 这题外话 反正 事与不事 看看周围的人 啊 如果有自己有小孩的 看看自己 父母 都可以看 就讲到这里了